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Artboard的頻道,我是Anthony 多謝大家又收看我們的頻道,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 今天我們正題立法一點,今天跟大家說的是Iwata新出的GM1和GM1 Pro這兩個版本 之前有說過的,但這次不是說他們本專,而是說他們的配件 大家如果在我們Artboard的網站看到原來買這個的時候,你可以用優惠價去配一個配件 又或者你可以直接去買這個配件,都可以的 大家可能透過圖片未必知道這個配件有什麼用 或者看完之後覺得隨便在街上配到 但我今天透過這段影片,可以讓大家知道這一件配件其實原來是很有用的 是幫助到很多拍照、拍片、甚至乎你上Zoom去開會都很有用的 我們立即給大家看看這個配件是什麼 畫面來到這裡就會看到,其實畫面上會看到幾個不同的配件 就是當你買這個機器,無論你是GM1或GM1 Pro的時候 你都可以選擇加購 加購我們出貨的時候就會按照你買的顏色 然後配上一條相同顏色的手帶給你 而最重要的亮點就是這三件 那這三件是什麼呢? 首先說這一件 這一件是一個鐵鉤,但它有磁吸附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像攝石一樣把它放在這裡 它是會有磁吸功能的 磁在這裡之後,你就可以掛在任何地方當燈去用了 那不要小看它,你100%能量輸出的時候 它可以用一個多小時 但是如果你用5%的時候 是足夠你用十幾二十個小時的 那你不要以為5%是很暗很暗 但其實如果你幻想一下去露營 好像我之前去露營 將這一盞,加了一個鉤的燈,掛在營頂上面 那其實5%都足夠照亮了整個營 那下面一邊吃東西,煮東西,或者是睡覺的螢幕裡面 都很足夠用的 那所以這個鉤是很有用的 那當然啦,如果你不用這個鉤 你就這樣當作是… 因為它這裡本身都有磁石的 那你可以吸進去這些冰箱,或者是車頂 不是車頂,是車頭蓋等等的地方 可以幫你照明的 所以這個磁吸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它也挺實質的 你看到我現在這樣吸進去之後 不斷扔它,也挺大力扔 它也不會掉出來的 那其實它真的挺實質的 那另外呢,最重要的亮點就是這兩塊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兩塊是什麼 那我在這裡就介紹了 那當你買GM1 Pro的時候 它會隨機附送這兩塊東西 那這兩塊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你買回來打開的時候 因為很多客人都以為沒有的 因為廠廠呢,出廠的時候 是這樣兩塊拼起來了 那客人就以為這樣怎麼用啊 我不會用啊 那打電話來問 其實呢,只要你把它扭開去 那這兩塊是分開獨立用的 這樣用的 那這個呢,就是給你吸進去 這個磁石來的嘛 所以它會磁石放進去 然後呢,你就可以上去你需要的地方 或者,如果你用這個 磁石放進去之後 這個位置就可以讓你上腳架 或者上去其他地方都很方便 那所以呢,這一批磁石扣呢 千萬千萬不要不見啊 很有用的 就算你,我覺得有時候你上來 配上一顆也挺有用的 因為你在不同的場合裡面 不同的地方都會用到的嘛 那麼,再配上幾顆是很有用的 好,那我們正式講這兩塊東西了 那現在這兩塊東西是什麼呢 先講這一塊 其實它是一個夾來的 它是一個被你夾在電話裡的 那怎樣連接的呢 就是用這一塊 剛才去除機附送的那個 那它上面可以拋上去的 拋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磁石吸在這裡了 那這邊做什麼呢 那這邊呢 譬如說,假設你有電話 你要補光 那你就可以很簡單把它放在這裡了 那放在這裡呢 那你就可以單手 就可以拍的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那其實它呢 這樣打側就行了 你放在上面呢 自拍的時候 那你自拍的時候 那你自拍的時候 可能你會用前置鏡頭的嘛 那呢 Iwata也挺細心的 你如果前置鏡頭的時候呢 它這裡做到一個框 有一個空位呢 就不會遮住到你的前置鏡頭了 那呢 那當你去用的時候呢 因為它是磁石 它不是拋死的嘛 那所以它磁石呢 你可以任意這樣去轉 它都不會掉的 這個磁石擋住了之後呢 它是可以 可以任意去轉動角度 還有呢 它這裡呢 其實是可以向上屈 或者向下屈都可以的 向上向下屈都可以的 那就是說 譬如說你要舉機自拍的時候呢 你這個可以 撈低一點點 然後這樣拍自己 拍自己 因為呢 開頭開代的 就是剛剛出Iwata買的時候呢 很多客人呢 尤其是那些入門攝影客 用手機的那些呢 經常都問我的 如果我用手機 我又用Iwata燈 那我怎樣一隻手呢 難道我這樣來自拍嗎 那樣子很傻仔的嘛 那所以呢 這個是一直以來都解決不了的 那現在呢 有了這個很好用的小配件之後呢 就可以解決到了 那就可以夾在那裡 那就可以一單手 就可以自拍補燈了 那其實這盞燈很小的 那它出來的光呢 就不會說很光 適中的 那夠你拍過人面的了 反而你不需要一個 一個%開光 那你可以 六七十 補一補下巴光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那另外一個用途 那都知道呢 現在大家很多時候 經常都想Zoom 是不是要開門 那有時候呢 那有時候呢 那一間 環境燈又不夠呢 那也可以用這個呢 現在大家看到我這盒 有本六幅 也都可以 插上去的 那現在看到嗎 已經插上去的了 那插上去的時候呢 那它也都可以 同樣是 調校角度 左右 那你又可以 如果你的鏡頭 你是有什麼機的 在中間的時候 它又不會擋到 那但是有時候 你會覺得 喂 我又要看鏡頭 又要看著這盞燈 很殘眼 那你就可以移過一點 或者移過一點 然後側一點 或者不要開那麼光 記住 不需要每次開到100%去撐著自己的 那所以呢 這個也是一個 很好的 上Zoom 開會的神器 我覺得非常之方便 那就是用來補光 又不用怕 又要買腳架 又要凍在其中 這個架是非常之有用的 那講了那麼久呢 就千萬不要遺漏了這一塊 那這一塊 其實你看到 它其實都好像一個熱蝦一樣 那你就可能會說 喂 熱蝦來的 那怎樣 怎樣放上去 怎樣 都吸來吸去 都吸不上去 原來 它的秘密之處 就是這裡 那這裡 其實這兩塊東西 是可以分離的 那只要用少少力 將這一塊東西 這一塊 配件 套進去這裡 用少少力套上去 其實都做到同樣的效果 那只要你 譬如說拿一部相機 那之後呢 又是好像 插熱蝦一樣 插閃光燈一樣 插上去 插上去之後 那又是用磁吸 這樣吸回燈在這裡 那你也可以上下 還有頂左右 那上下左右 都可以做到 那譬如說你晚上要去 拍片 又或者甚至乎你要去拍照 拍昆蟲 那因為你不可以用閃光燈的 你要有些很平穩的光 不要影響到它 那又可以用這個 這樣夾在上面來拍 又可以打板子 又可以做 另左另右 上下 那其實呢 都是很有用的 那如果你呢 你可能會說 我不是 我沒有買到 G 這個 沒有買到 GM1 我沒有中間的 這個 磁石仔 那當然 你可以上來另外買 另外買 但是呢 你也可以買這套 配件 這套配件 你也可以用在一些 之前較舊少少的 型號上面 比如說 我這支是GL03 或者GL01 或者GS01 如果你用GP的話 可能就太重 就未必適合 那你如果要用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了 這個磁石 那可能你就要在空間上面 買一些類似這樣的 接駁工具 其實是很普遍的 那這些 或者有時候是用這樣的形狀 或者有時候是沒有的話 只有兩個箱頭 這樣去接這個 四分一吋 那你只要把它拎上來 同樣道理 這邊就這樣轉上去 其實都做到這個效果 甚至乎你把它拔出來 裝在夾夾裡面 其實同樣都做到這個效果 那你比如說 如果是想Zoom 調好力度 角度 位置 其實 其實 都一樣可以做到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甚至乎你用來 夾手機 一樣沒有問題 一樣可以夾到 像現在這樣 一部機 一手 搞定 打動又可以 打橫又可以 又可以這樣去自拍 當然 這個 因為它是GS 或者GL 的衣服 那個光亮度會比較厲害 所以 你就不需要調整 那麼長眼 撐著自己 如果不是你膚炮出 看著它 都挺辛苦的 所以這個小小的配件 不貴 小小錢 幾十元就可以買到一個這麼實用 所以如果你記住 如果你買GM1 或是GM1 Pro 的時候 記住記住 用優惠價 就可以配合 這麼有用的小配件 如果沒有的話 就真的 都不知怎樣用 可能要另外買腳架 夾著電話 或者用其他手機的工具 去夾著 所以記住 買的時候 記得考慮一下 會不會加購 今天簡單單 介紹完一個小配件之後 希望可以在你的攝影上幫到你 有什麼問題 儘管去留言 我們Facebook也可以 YouTube也可以 留言 comment like share 今天介紹到這裡 馬上去我們的網址看看 今天是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